Hey guys,我上次跟你們說一下乳晴蛋白是不是有一個增績的效果 今天我們要換一個補充品質煉氨基酸 我們開始探討之前你們要先了解沒有任何酸必要的補充品 每個補充品都是平常吃的東西包含的養分 他們僅僅把這些養分做成一個比較方便攝取的種類 非常簡單 如果你一般的飲食非常完美 你其實不用任何的補充品 但是大部分的人吃的真的沒有那麼好 所以你才需要出買補充品 確認你所需要的養分都有攝取到 吃煉氨基酸到底是什麼呢?就是蛋白質 但是蛋白質有分兩種 一種是一半的蛋白質 你身體可以自己產生這個 但是這些吃煉氨基酸 他們算是必要的蛋白質 為什麼叫它必要呢? 因為自己的身體沒辦法產生這些氨基酸 所以你沒有吃包含這個養分的食物 就攝取不到 為什麼需要呢? 他們對你肌肉恢復跟成長非常有幫助 其實算是必要的 不管你有沒有在訓練 但是訓練的人你天天都在為難你的肌群 所以你需要攝取的PCS會更多 OK你們可能在想 Cobra這個養分那麼重要 哪裡找得到呢? 乳製品像起司啊牛奶等等 豆漿都會有 還有魚類還有其他的肉類 所以你有吃到這些東西 可以攝取到你所需要的氨基酸 不過你吃的這些東西真的不足夠 你要確認你攝取這個養分夠呢? 你可以直接用BCA pills 或者買一個BCA粉來攝取到這個養分 我自己用的就是AP Nutrition 你們也可以用用看 你們可能在想Cobra 那麼多東西包含這個養分 那我幹嘛耳外出賣呢? 我會告訴你 我自己覺得吃這些脂炼氨基酸 對你腦袋精神度非常有影響 所以比方說我腦袋累的時候 我可能會吃一堂BCA 就感覺蠻精神 所以如果你有在讀書 這個也可以幫助到你 我有一個朋友他其實不是用這個來訓練 他是為了讀書才會用 所以這個是耳外的優點可以考慮一下 第二個優點 你們知道我有在參加什麼健美比賽 所以我通常要減肥 減肥的時候會很想吃很多垃圾食物 但是胺基酸對我來說非常有幫助 因為它會把你的胃口減少 所以你可能等你覺得你12點左右 你通常會有一些食物欲望 把BCA放進去你的水 會減少你食物欲望很多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耳外的優點 我自己才會為了這些東西 用BCA 運動前可能覺得吃一個蛋就好了 但是BCA的優點 是他們吸收那個速度非常快 而且沒有耳外加很多熱量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蠻讚的選擇 所以BCA不是算必要的東西 你從你一般的飲食都攝取到 不過我覺得維他命、猶豫還有BCA 你還可以額外出攝取 因為對你通常的精神度 會有非常好的影響 你們可以考慮一下 視頻對你們有幫助 要記得按讚、訂閱 另外你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你是否有用過BCA 你們覺得怎麼樣 還有你們有其他的補充品 想要學一下 你可以留言跟我講 我就會拍一個視頻解釋以下給你們 拜拜 這部視頻是API Nutrition來贊助的 如果你們想要買補充品 我會把一個連結放在資訊欄 給你們按進去 每次跟他們購買任何的產品 都能利用COBRA折扣代碼 就來打折 另外你喜歡我穿的這個COBRA CAM T 你也可以直接到API Nutrition買一下